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昂东 给大家说一说张飞妹 然后增加了新人了 阿淳还有阿花 还有一个叫阿梅 阿钱不是阿梅 现在这个黄宝强这个身边的女生太多了 我们这个名字一下就不容易记得那么清楚了 他们几个人就是写汉字 什么不好不坏 老公老婆 然后日久生情 各种事情都写 其实写汉字是有一个学外语 有一个听说读写 这个能力 要能够听得懂 能够说 然后能够读 最后是写 然后这有点跳极了 就是像那个张飞妹 他们掌握的中文 还没有幼儿园小朋友掌握得多 等于是还处在那个婴儿期 你选他一个你好 他是有一个二十岁的面孔 但是在中文上面 他是个小baby 做游戏的话可以 做游戏的话 你可以让他去写汉字 然后张飞把森明的森 写成三个步 就好像是天一样 就是像那个黄宝强说的 你嫁给我吧 不 然后说 我住在不走了 同居了 张飞妹 不 然后那你离开我吧 张飞妹依然是 不 不离开 也不 也愿意 很快的确定 就是让时间 去 证明 时间会给 答案 时间是最好的 东西 这个就是 让人们 感觉到 越南的美女经济 现在是如火如荼 黄宝强现在 占据了一个 有利的位置 可以不断的用新鲜的血液 而且现在这个 你像 阿花 阿贤 要个子有个子 要身材有身材 而且还是积极好学 所以 所以给人的印象非常的好啊 而且打工妹嘛 他自己现在 不能去上班 也发80%的工资 然后再来这边 有一点点收入 拍视频 参与其中 先去 学一学 先去摸一摸这个门道 等学会了以后 后面那个 钱在后面 前面主要是 学习一些技术 学习一些学习学习一些水平啊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吧 这个 Elevate还是比较人比较多的 Elevate排队排的还是老长 大家是 人少进店面 进到店里面去 有这个 这个几个女生啊 自己 本身也是不容易啊 你看 现在像张飞妹 她就像中国古代诗歌那种 叫做 众里勋她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描写 伴梅张飞的 无颜独上西楼 月如沟 巫童寂寞 巫童深院所经秋 剪不断 离寒乱 是离头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无颜独上西楼 这个就是现在被 隔离的小方 小方的一个景况 这几个女生啊 还是能够一起出来拍拍片 但是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 去增加一部分收入 去学习一种技能 是非常好的现象 也是勾起了大家说 哎呀 有机会我也去越南 也去遇到这样的女生 还有就是网友 很好的建议啊 他说你关注一下广州的红尘 红尘的青湖影视 他是找了几个比较靠谱的 帮助人吧 帮助人找了几个比较靠谱的 越南新娘吧 所以做事情还是要比较靠谱一点 如果是观光嘛 可以走一走 溜达溜达 看一看 好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回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会更精彩 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景 拜拜 再见